所以不要害怕失败 不要害怕我们受创 不要去害怕去讲这些的东西 最近有几位弟兄不约而同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常常听人家的见证 都是信主之后 祷告之后怎么样得到平安喜乐 有力量 好像遇到问题都不会忧虑 大家都很属灵 但如果我在小组里面 我分享我软弱的一面 我失败的一面 会不会去绊倒其他的人 我跟这些的弟兄我就提到说 其实这个是很好的见证 很好的见证 你说基督徒分享自己有软弱忧虑烦恼失败 怎么会是很好的见证 不是我们都应该要分享说 我怎么样热爱事奉 渴望读经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 凡事谢人吗 充满正能量 对不对 这个叫好见证 对也不对 对也不对 不尽然 注意听 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两个特质 第一个叫做毫不隐瞒的真实 如果你喜乐 当然你分享见证 非常喜乐 主的恩典 但如果你不是的话 也分享我们生活当中那个真实面 我们仍然会有苦恼的时候 会有软弱的时候 会有忧虑的时候 会有怀疑的时候 难过的时候 甚至愤怒的时候 那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炭火 我们要去面对 而教会也是一个能够面对这些炭火 并且产生爱跟医治的一个环境 如果一个教会它只能够承受我们说的这些正能量的见证 那个是一个虚弱的教会 一个虚弱的教会 如果今天在小组的里面 大家讲的是这个属灵的大道理 但其实大家还活在忧虑跟困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是鼓励大家把失败 把苦毒 把怀疑都埋在自己的心里面 那样的环境不会带来医治 不会有真爱 也不会带来能力的 只有虚伪跟假装的 真实面对我们生命光景 不管是高山还是低谷 坦诚面对内在的那个炭火 那个才是对的 但是我要说光是分享软弱 还不足以表达我们基督信仰的宝贵 因为基督信仰还有第二个最重要的特质 叫做信心 信心是什么 信心就是当我还看不见那个出路 我还看不见那个问题被解决 但我仍然相信跟随我的神 那个叫信心 所以比起一个人 我说我祷告之后 我马上平安喜乐 我的问题马上解决 我的病马上得到医治 那个见证当然很好 但另外一个人如果他说 我还有忧虑 我还有烦恼 我的问题也没有被解决 但我愿意继续跟随我的主 那个是最棒的见证 那个叫做信心 什么叫信心 信心就是那个应许还没有实现 但我还相信 我还跟随那个叫做信心 弟兄姊妹 不要害怕面对失败 因为在那一个环境当中 正是我们信心去彰显的时候 不要说圣经要我们真实的反省自己 面对自己的软弱罪恶 但是时时刻刻求主来帮助 继续的跟随跟信靠上帝 那个是最棒的见证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